今天澳股大盘上行 现代和企业否认为苹果造车 建议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8号,星期一,我是Eric 今天大家应该心情不错 澳洲ASS200指数上涨了0.59% 收涨在了6881点 主要是因为在尾盘的时候有一波回调 短线交易者可能小赚一笔之后 套现离场去买烧鸡去了 今天不少公司都有大利好 尤其是领长的两家公司 ZIP是传出要去美国上市的消息 今天上涨了13.33% 价格收涨在了9.82元 而VOC则传出了要被麦考瑞收购的一个消息 做价是5.5澳元 上个月垃圾处理公司BIN 也是因为麦考瑞的收购有一波短线的上涨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这种类型的消息 是不错的一个短线机会 今天跌幅最大是OBL 下跌了3.4% 价格收跌在了3.68 此外 能源企业ORG已经是连续几个交易日下跌了 目前价格已经跌到了4.38元 上周暴涨的NWS 今天经历了回调 也是下跌了3.多% 价格收跌在了27.5元 贵金属方面 今天的波幅不算很大 白银目前的报价在27美元左右 黄金的报价则在1814美金附近 比特币则是来到了38700点左右的高位 并且短暂突破过这一阻力 现在也还在往上探 看看有没有可能真正形成突破 来说说几个财经数据吧 首先是日本刚刚公布了12月贸易账数字 是9651亿日元 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而且相比于前职呢 还高出了3000多亿 属于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不知道这能不能让现任日本首相 菅义伟的官位做的稍微牢靠一点 上个月的民调显示呢 他的支持率是只有33% 这对于自民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那下一任继任者能不能再践行 安倍经济学 那也真是不好说 那样子的话 日元可能就会有一个上行的可能性 此外瑞士1月调后失业率 德国12月工业产出 以及欧元区2月投资信心指数 都即将要公布 另外也跟大家跟进一个报道 现代和企业都否认 现代和企业都否认了 为苹果造车的消息 那苹果车应该是在造的 但是到底怎么实现呢 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